面试的牛郎此话一出 立马遭到老板质疑 就算是精力旺盛的一碗最多也就两个 怎么可能顶得住四个 为了亲眼看看阿彪如何打脸 老板索性将他试用期延长一个月 但很快老板就完全被阿彪的敬业精神所折服 这个年轻小伙子似乎从不知疲倦 无论何时出现在人前都精神焕发 超人 真是超人啊 老板对阿彪十分满意 很快就提拔他为会所抬住 而阿彪也非常争气 仅仅两个月就掌握了三十多位书客 这些人大多是生活不如意 特意来这里放松的富家太太 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过着可怜又寂寞的生活 万泰就是其中之一 她才刚满四十岁 却已经与丈夫同床一梦十几年了 丈夫经常好几个月不回家 万泰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度过孤独的日子 为了打发时间 她和几个有着相似遭遇的富太太 一起创立了名媛基金会 有时还策划一些慈善活动 眼看圣诞节就要到来了 万泰和闺蜜们计划举办一场慈善晚会 然而讨论刚刚开始 就有人在朋友圈里发现了 万泰丈夫和一个年轻美女在国外度假的照片 两人的亲密模样明显就是关系不简单 嘲笑和同情的目光瞬间涌向万泰 万泰只能强人委屈和愤怒 等回家后才敢给丈夫打电话 什么时候回来 我朋友看见你在日本搂着一个女孩泡温泉 还拍了照片 别让我再等你 丈夫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这样的生活让她已经忍无可忍 闺蜜察觉到她情绪不好 提议带她去深圳散心 她欺负你就帮你报仇了 要不以牙还牙好不好 就是咯 老公去偷 老婆也可以去偷啊 总之 我们就集体去偷 在嫁为人妻前 万泰是个非常有名的艺术经纪人 她从没接触过任何贝离传统教育的东西 但这次在闺蜜们的带领下 她还是半推半就地走进了深圳最有名的会所 老板一边打包票 一边将最受欢迎的阿彪叫了过来 谁都想不到 万泰居然对这个小鲜肉一见钟情 四目相对实 一种一样情愫疯狂滋生 可对方毕竟是会所抬住 她又怎么可能会把精力只放在一个人身上 更何况 其他三个闺蜜也对她很感兴趣 何太太听到姐妹说出的次数 满眼都是羡慕 她和丈夫是商业联姻 只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而结婚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 为了填补精神和肉体上的空虚 他们选择去会所寻找快乐 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晚 姐妹们都十分满意 但万泰却有些心不在焉 她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昨晚的情景 阿彪注意到她的不开心 特意讲笑话来逗她开心 万泰本来就对阿彪有益 这让她更加心动 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家庭和过去 一番畅聊后 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分别时 阿彪给了她一个手机 因为阿彪的职业万泰并没有当真 她以为她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等回到香港后 真的接到了她的电话 出于为人期的矜持 她没有接听 但她内心却很开心 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天两人跳舞时的情景 她清晰地感受着她的呼吸和心跳 内心的空虚逐渐扩大 迫切地想要找个人来填补 她也开始期待阿彪再次来电 这次她收到的是一条短信 她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不久后 姐妹们前往会所 只不过这次四个美人中缺少了万泰 老板告诉他们 阿彪今天被人包了一整天 而消失的万泰实际上也来到了会所 她打算给阿彪一个惊喜 却看到她搂着另一个女人 两人轻易地朝着酒店房间走去 原来包阿彪的是其他阔太太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后悔自己自作多情 失落的万泰回到房间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这时闺蜜突然找来 说刚刚在会所遇到一个牛郎 那人正是她老公的手下 这下 她出来鬼混的事情要被发现了 万泰本想陪她一起回香港 却收到了阿彪发来的消息 请求她务必留下来等她 经过一番挣扎 万泰最终抛弃了姐妹 选择留下来等阿彪 而阿彪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很快就来到了她的房间 两人这晚一起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但万泰怎么也想不到 躺在她身边的人并不是阿彪 而是阿彪的双胞胎弟弟阿本 原来阿彪心怀大志 想要赚很多钱 为了打造最强牛郎的人设 接了很多客人 然后暗中让弟弟帮忙 由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一直没有被发现 本来可以一直隐藏下去 但随着阿本和万泰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忍不住爱上了万泰 甚至主动要去相当找她 两人躲在一栋天僻的别墅里 幸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阿本也越来越爱万泰 在一次欢好之后 她听到万泰一直在喊阿彪的名字 她不想再充当替身 忍不住告诉了万泰真相 万泰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那你哥走了 你也走了 我不走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这么好 面对她深情的挽留 加上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万泰发现自己放不下阿本 但她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 于是决定出去透透气 阿本生怕她会离开 于是把两个彩色绳子 绑在万泰的手上 我妈说呢 带着她 就知道回家了 没有女生可以抗拒这一套 万泰也不例外 两人继续在别墅里缠绵 而外面的世界却乱成一团 然而 女人万万没想到 当男人回来时 已经与别人交换了身份 这就是阿彪在会所保持 无敌战绩的秘密 只要她忙不过来 就会让她的双胞胎弟弟 阿本替代自己 由于他们相貌相同 这个伎俩屡适适不爽 阿彪因此受到老板的赞赏 被称为超人 然而 这一次为了挽留万泰 分身乏术的阿彪 不得不再次使用同样的策略 安排阿本与万泰见面 但她万万没想到 阿本竟会在一次相处中 对万泰产生了真情 为了和万泰在一起 她决定瞒着哥哥离开深圳 一段爱情由此展开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万泰带着阿本上了她的邮轮 每天过着甜蜜而浪漫的生活 可在深圳的阿彪 却被弟弟的不告而别搞得焦头烂额 没有了帮手 她逐渐难以应付数量庞大的客人 服务也出现了巨大的差错 就在一次接待万泰闺蜜时 对方的儿子和司机突然闯了进来 司机误以为女人被阿彪欺负 当即拿着啤酒瓶砸了上去 而吵闹声也引来了老板 更让人意外的是 女人的丈夫也在此时闯了进来 这样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夫妻俩见面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场面 想到多年来的委屈 她忍不住伤心的痛苦 丈夫无法隐瞒 只好承认自己真正的取向 在这一刻 女人彻底心如死灰了 她决定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然而阿彪却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违反行业规定 她不仅被老板解雇 还被毁了容伤了身体 今后再也不能待在这个行业了 而与此同时 阿本因为与万泰日复一日的相处 早已深深地爱上了她 出于内疚 她终于坦白了真相 这残酷的真相 让万泰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回想起这些日子的陪伴 她又无法真正割舍这段感情 在极度的挣扎之后 万泰决定与丈夫离婚 然后带着阿本远走高飞 过上真正快乐且自由的生活 也许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 只是当时的她缺乏勇气 只有在经历了伤痛之后 人们才会学着对自己更好一些 也许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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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久 就应该到来 走来 好